一見到屋內讓圓景全看傻了 不僅聞到濃濃K味 好幾包圖咖啡包 跟大喇喇摆在桌面上 甚至還有著少氣鋼瓶 圓景扛在肩上 一步步緩緩走下樓 新美市警方日前來到汽車旅館林檢 這地方卻像剛開完毒趴 其中兩人還來不及收拾完畢 就碰上圓景 27歲零星男子和25歲的流星女子 兩人在網路上認識 工程不記得有誰一起來開趴 而屋內也被搜出兩支鋼瓶 咖啡包 ケ塔麵等等 但其實警方查案 像是找到一二級的毒品 海洛因 苦克鹼 大麻 安非他命等等 只要查貨就能依現刑犯來移送 不過第三級毒品 ケ塔麵 FN2等等 要超過五公克才能移送 外版五公克只能依涉違法 罰錢採處 而在新美市汐止 警方也破獲毒品案 你車子怎麼停這樣 沒有 我要搬東西 搬東西 有沒有證監看一下 你還在通棄 我通棄 對吧 後車微停紅線被警方盯上 但進到屋內 就看見一罐罐不尋常的東西 另一名同夥 待在裡面還來不及離開 員警立刻通知見識人員 到場採證 兩名嫌犯雙手被上銬 帶上警車 警方調查 42歲夜姓男子 上週才因為毒品案被通棄 朋友48歲犯姓男子 也有毒品前科 這回在屋內被搜出 甲本41桶 攪拌器兩組 疑似製造毒品工具 和半成品等粉末 不過進一步檢測 其中一個攪拌器 有喵喵毒品陽性反應 合夥租下這一間 手手的店面 當成製毒工廠 以為隱身在商家內 就不會被發現 卻因為違規停車 全曝光 TV新聞最好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